为了表达坚定的反核立场 73岁的民进党前主席林毅雄 上午开始无限期禁食 行政院长江一话在中午 立院总执行的休息空档 前往探视 为了尊重林毅雄禁食期间不说话 也不接受采访的原则 本来希望跟林毅雄讨论 公投问题的江奎 在探视的时候只留下 尊重身体健康几个字 连林毅雄一面都没有见上 和一位牧师谈了话就离开了 他将在下午2点20分 进立院备巡前 在发表探视林毅雄的看法